课桌涂鸦我画 黑板老师的坏话我写 荣若老师是个胆小鬼 这下肯定会被叫家长的 哈 课桌是谁画的 快看 黑板上还有字 荣若老师是个胆小鬼 是谁干的 老师 是我 快让我叫家长 皮皮 这下皮皮惨了 干得好 老师也觉得自己胆子太小了 谢谢你告诉老师 什么 那老师 课桌被画成这样你不生气吗 最近学校支持学生自主涂鸦活动 皮皮 你表现得很好 啊 怎么会这样 皮皮怎么回事 被老师表扬了还不开心 我给老师画个粉色眼影 我喜欢粉色眼影 给你嘴角赢我画 我给老师涂上粉色彩虹 红色彩虹我画 我给老师涂上红色口红 哇 我最喜欢红色口红了 红色口红我画 最后给老师换上公主裙 乞丐装我画 快装完成 啊 怎么会这样 奇奇妙妙 你们怎么给我装备的怎么这么丑 怎么不这样 刚才还好好的 当然是我做的了 皮皮 又是你 皮皮 你怎么回事 总是捣乱 老师 你快生气 生气我就可以见到爸爸妈妈了 算了 我回家洗洗就好了 皮皮以后不许捣乱了 哇 老师怎么还不生气啊 皮皮 你太过分了 走 我们去帮老师 为什么最近皮皮的行为这么奇怪 对啊 总是故意捣乱 气死我了 皮皮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没什么 皮皮 你怎么了 最近总是捣乱 奇奇妙妙 对不起 因为我很想我的爸爸妈妈 可是平时我都见不到他们 我以为只要我足够捣乱 老师就能叫家长 只要爸爸妈妈就能关注到我了 原来是这样 皮皮 老师都知道了 可是你也不能故意捣乱啊 老师 我知道错了 跟老师回学校 老师给你个惊喜 什么惊喜啊 老师 小朋友们 你们的爸爸妈妈平时会很忙吗 如果有时候忽略你们的话 要多跟爸爸妈妈沟通 千万不要跟皮皮学习哦 我们下期见啦